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明星最出圈的点,王一博是奶彪,任嘉伦出圈点奇葩。 明星也不可能莫名其妙就活起来,除了努力外,自身的条件也很重要。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几位内与顶流最出圈的地方都是哪里? 王源的星星眼 王源 王源作为内与顶流,他们三个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闪光点。 我们先来看看王源最吸引人的地方,看图片也非常显而易见,就是眼睛。 都说一个人眼睛里面有星星,王源很明显就是那种星星眼。 迪丽热巴的鼻梁和眼睛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能火除了她的作品,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的颜值足够高。 典型的新疆美人,但是说新疆都是她这么漂亮的小编不是很相信。 迪丽热巴最突出的点就是她的鼻梁和眼睛,她的鼻梁真的太高了。 有人说太高了不好看,可是她的眼睛也很大。 眼睛和鼻梁有一种中和的作用,看起来并没有很突兀,而且还是非常的漂亮。 一阳千玺的梨窝 一阳千玺 一阳千玺最出圈的地方肯定不用多说,当然她的能力更吸引人。 不过一阳千玺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一阳梨窝真的太有辨识度了,笑起来更可爱一些。 居静一的妆容 居静一 居静一最出圈的点就是她这个脸了。 她的颜值是真的高,这一点根本没办法黑她。 而更让人惊讶的还的是她的妆容,感觉像伴永久一样,永远都看不到她的素颜。 就连居静一换一个妆容都能上热搜,居静一真的是食火了。 而且她的妆容也是非常多的博主在仿妆,不得不佩服。 王俊凯的虎牙和桃花眼 王俊凯 王俊凯出道这么多年也是好评不断。 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俊凯的桃花眼和小虎牙。 相信很多人是因为王俊凯的虎牙认识她的,桃花眼里也满是深情。 不过她的牙因为拍戏应该是微整了一下,小的时候很明显。 记不起她叫什么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那个有小虎牙的。 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王俊凯了。 杨阳的侧颜 杨阳 杨阳作为顶流之一,颜值肯定是非常高的。 她的整张脸都可以说是出圈点,但是最直观的方式还是她的侧颜。 她的侧颜真的可以说是完美了,是一个天庭饱满的骨感戏帅哥。 王一博的侯杰和奶镖 王一博 说到王一博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她笑起来满脸胶原蛋白的样子。 王一博的奶镖是非常出圈的,即使不是粉丝也会被吸引的点,又奶又帅。 王一博 而王一博的名品侯杰也很值得一说。 还是上过热搜的侯杰,她的出圈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如果说最出圈的点那还是小奶镖吧,实在太可爱了。 邓伦的单凤眼 邓伦 曾经有人说邓伦是丑帅界的天花板,但是邓伦就是很帅,和丑不搭边。 她是很典型的单凤眼,单眼皮也可以很好看。 也正如那句话,眼睛和她一样的人真的没有她这样的颜值。 张一星 张一星 最初认识张一星就是在极限挑战上的小绵羊,但是记住她的点是她的酒窝。 男生有酒窝也是非常吸引人,微微一笑的时候更明显,也更耀眼。 肖战的笑容 肖战 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上面这张图。 反正我见过是很多人的头像,而且环都不是她的粉丝。 肖战的颜值很高,但是笑起来的帅哥好像更加迷人。 尤其是身穿西装这么笑的样子,让人会很有安全感。 任嘉伦的苏感 任嘉伦 苏感这个词真的是从任嘉伦这里学习到的。 是看到任嘉伦就会不由自主联想到的一个词。 她真的是自带苏感的一个男明星,而苏感真的不是谁都有的。 其次出圈的还有她满脸胶原蛋白,笑起来让人感觉如暮春风。 但是当她不笑的时候又感觉很有气势,任嘉伦的可塑性也真的很强。 朱易龙的睫毛 朱易龙 朱易龙给人的印象都是很man的那种。 但是仔细看五官你会发现她的五官异常的精致。 尤其是眼睛部分,大大的眼睛,还有让女孩子都很羡慕的长睫毛。 看起来后,一步的睫毛。 在这里面有很多颜色。 对面的睫毛。 这些睫毛是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睫毛。